接下来就是坏消息了 接下来就是坏消息了 它这个登入页面完全没有办法登入 我试了我的email 我的社群账号 然后设定各种不同的国家 也是都完全没有办法登入 不知道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登入 就不能使用这个APP 然后就不能使用这个手表的蓝牙功能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设计 到底是怎样 这个是一个这种评论文符 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 当然然是不小心 发展了整个手表 所以我现在评论文符